这两天美股大涨的原因 就是最近大家在外媒里面看的最多的一个词 叫Pivot 转向的意思 第一 英国这边是180度的转向了 上周视频里面我给大家说过 英国政府想通过减税来财政放税 结果就是造成了英国国债 就是所谓的金边债券 Giltz的连续5天的大幅暴跌 大家看 然后杠杆买了Giltz这些英国的养老金 又开始保长了 这周英国挺不住了 他的特拉斯政府 现在就出来宣布取消了减税放水的计划了 算是180度的转向 第二 澳大利亚这边也开始转向了 他们昨天本来是预期要加息50个基点的 现在央行出来只加25个基点了 第三 美国的两个重要的盟友都开始Pivot了 现在大家对美联储要Pivot的预期 就更高了 我10月1号视频里面给大家说过 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要转向的一些信号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两天连联合国都出来说话了 说希望美联储减缓加息的步伐 总之上个月的股市和债市的跌幅 也是吓到了市场了 通常连续5天 每天的跌幅超过0.75% 就会被定义为崩盘模式 但是美股在9月后期 市场连续的这种大跌可是有7天 然后又出来英国养老金的爆仓 还有瑞士信贷可能破产的这些事情 所以说市场是急了 我相信急跌也不是美联储想看到的 他们还是希望缓慢的下跌 接下去的问题就是美联储会放缓加息吗 这点我还是要给大家先破点冷水 不要太乐观了 大家应该还没有忘记 7月份到8月中旬的这一段的美国的股市走势 也是市场在赌 美联储会放款加息 所以说股市涨了 结果鲍威尔在霍尼威尔上一番鹰派的表态 就把市场给教育了 直接滴到现在了 这次还是同样的情况 短线吃一波死毛跳问题不太大 但是中长期核心问题还是两个 美国的失业率是上升了吗 以及美国的通胀是下来了吗 接下去周五会出飞龙的就业数据 以及失业率的数据 然后10月13号会出9月的通胀数据 如果这两个数据还不错的话 大家才可以放心大胆的做多 如果数据显示失业率还是不高 就业环境也还不错 而通胀却是像现在 克里夫兰美联储预测的 还要创新高的话 那我不觉得美联储会转向的 大家也最好不要和美联储作对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